你看这八帧肩带这个地方呢 你总觉得好像是有空档 那你没关系 你这挑起来一帧 然后呢再把它二变一收回一帧 这是总数还是不变的 然后套回到我们这里来 这就一对二对三对四对八帧 那我们整个呢值得是搓板帧 两帧 三帧 四帧 五帧 六帧 七帧 八帧 反面全部值下帧 那么这个背带值多少行呢 我们大概值41行 第一帧挑起来不值 嗯 好 翻转之物继续 织41行 只有门字形 把它织完 这是第三行 好 我们现在这个肩带部分呢 我们值了有41行 下面我们在反面开始收针 那我量一量啊 这41行有多长 从这开始到这 13厘米 好 这个肩带 支了41行 大约13厘米 下面我们就把这个肩带拨收 再反面拨收 再反面拨收 第一针 调下来 以正针的方式 把它拨收 很快 我们把这一行收完 好 我们这就收完了 然后 去掉这个线头 接下来 我们把另外一个肩带 把它穿到针上 好 我们反过来 线接好了以后 反过来 那我们在这个收针的这个部位 跟这一针呢 调起一针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调起一针 然后把它并针 这是第一针 调下来 再接着支下针 这是几针了 四针 一共是八针的搓板针 好 我们分转织物 这个地方我也是调了一针 再往上织的 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右边这个肩带 至41行 大概13厘米 至于我们自行完成 好 我们肩带呢 现在支够了41行 最后一行 然后拨收 然后拨收 再反面拨收 很快 我们把它拨收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件小衣服就快织完了 好 这个小衣服的这个肩带 我们就织完了 大概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这件小衣服 我们看看 这个地方呢 看看这个位置 这是窝回来 批兜 这个地方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件小衣服的编织 就完成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节课呢 我继续讲 说明一下 这个把这个线头都藏好 扣子 钉好 这有两扣 一共需要四个扣子 然后呢 再把它 浸泡一下 让这个 针马呢 舒缓 均匀一下 再进行定型 那我们一件 这个很好的作品 就完成了 希望你喜欢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 我总结一下 我用的线材呢 是肉腕 这个牌子的线 不粗不细 是全棉的 那么呢 它的这个尺寸 我们来量一下 你看 前微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算起 我们往下量 大概呢 是九厘米 我标记在这 九厘米 然后从这个地方量呢 量到后微 这个地方 大概是十三厘米 后微 然后胸围 我们再量一下 你看 胸围 大概是二十一厘米 那也就是四十二厘米 整个一圈 这胸围 是四十二厘米 前微九厘米 后微十三厘米 胸围四十二厘米 前一片呢 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量 这个地方到这 大概三十七厘米 这是第四个 前一片 那么后一片 你看比前一片 稍微短一点 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从后一片 这个地方量起 到这 大概四十厘米 四十厘米 这是第五 一直量到下半部分 然后吊袋呢 前边我们说了 就不用量了 是四十一厘米 然后这个兜兜宽呢 我们看一下 大概多少 十二厘米 这个 起 吊袋是六 然后我们再量一下 这个高度 就是你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到这 这个高度 大概是十公分 维都 分片的高度 大概十公分 好 那我们的这个尺寸 就全都有了 好 今天关于这 小衣服的这个肩带 小衣服的小结 我们就介绍到这 下节课呢 我介绍一下 磅针编织 衣服最后的定型部分 请关注收藏 这样就不会错过后边的分享 朋友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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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